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红白机平台的新游戏太空忍者 本作发售于2020年,卖点就是爽快的设计,以及看起来远超红白机机能的图像,还有音乐效果 大家小的时候玩红白机游戏呢,经常会遇到闪屏,拖慢 甚至呢有些游戏啊,它严格的限定了同屏的敌人数量,比如说SB快打旋风 那本作的画面方面呢,最大,支持64个活动块 音乐方面呢,请到了延天信之,翟腾伯仁,并木雪等等业内的知名制作人 所以说本作的画面,还有音乐效果,真的是无可挑剔啊 设计的系统啊,玩起来也非常爽快 咱们只能在地面进行横移,不能跳跃啊 游戏当中呢,有加强的道具,就是分身啊 咱们最大可以吃到四个分身 这个分身的攻击和本体是一样的 并且分身呢,也是血量 如果本体受到攻击的话,分身会消失一个 射击呢,是自动射击的,不需要咱们按键 但是啊,咱们屏幕的右下角 有一个忍者条 这个条满了之后呢,咱们可以放这种强力的攻击 强力的攻击呢,可以抵挡部分的敌人子弹 整个游戏的流程呢,并不长 一共只有四关 不到二十分钟呢,就能够通关了 难度也不高 这款游戏刚开始我玩的时候并不熟练呢 但是,经过仔细研究之后发现 咱们即使有了分身 分身呢,是无敌的 并且,咱们中间这个主体啊 它的手臂还有腿部也是无敌的 没有被攻击判定啊 有被攻击判定的部位呢,就是头还有躯干部分 这样的话呢,咱们夺子弹的时候 只需要关注这部分就可以了 难度呢,就会大大的降低啊 最近呢,我录制了一些红白机平台的MD平台的 还有超人平台的新游戏 那很多小伙伴就会说呀 说这游戏一看啊,就远超红白机的机能啊 应该是只有一个入目文件 只能在模拟器运行,没有卡带 但是本作是有卡带的 并且这个卡带啊 真的是超级贵啊 那最近我儿子放寒假了嘛 我给他买了一个怪物猎人崛起 400米吧 那400米,如果你想买这个卡带的话 四分之一都买不到 大家想一下这个价格啊 好的,咱们来到了第一关的BOSS BOSS的话呢,看起来是一个星球啊 而且呢,它分几个阶段啊 现在应该就是后面的阶段了 变色了 BOSS的攻击手段 也非常丰富啊 爆炸的效果 我感觉当年的红白机上真的不可能出现这种游戏 第二关啊,第二关的背景颜色变了 那我发布视频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视频封面的 这个封面上 我就放上了实体卡带的样子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感觉这个年代对我来说有一点梦幻啊 就是已经 2022年了 竟然还能玩到红白机平台的新游戏 而且呢,不止一款 最近我看了一下 大概有十几款啊 是最近五年之内发售了 十几款 有一些游戏呢 我也参与了众筹啊 就是拿到了 ROOM 这样近期可能会给大家录制一些吧 包括MB平台的 还有超人平台的 游戏素质 还是有很多不错的啊 毕竟这个年代呢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技术 或者是解决手段 游戏当中的敌人数量也比较多 而且呢 它会采用大量的组合方式出现 这样整个流程其实是不无聊的 中间呢 还会打一些小boss 哦 这就应该是小boss了 有骷髅头啊 咱们的分身数量啊 满了 再捡到分身道具呢 也不会增加了 这个分身的地位啊 让我想起了冰封的彩色领导 会跟着自己的影子嘛 另外呢 也有一点像宇宙巡航机 沙洛曼蛇系列的分身 它的火力呢 跟你一样 而且呢 无敌 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呀 我跟大家坦白一下吧 这游戏我第一次玩上手的时候啊 没能够通关啊 那第二次玩就发现了 就是咱们的主体啊 被攻击的地方就那么一点点 浴室不要慌啊 一会儿打本关boss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占一个位啊 好 到了 第二关boss也是个星球啊 其实boss发射这四发子弹呢 中间那个空啊 咱们的主体是能钻过去的 打不到 那个空的宽度啊 正好就是咱们主体的被攻击的判定 就那么宽 手和脚呢 无敌 无所谓 咱们的忍者能量啊 积攒的还是比较快的 它就是时间 靠时间来积累 那玩这游戏呢 有两种方式吧 一是满了你就放啊 提升自己的输出 第二种呢 是看时机 敌人冲下来一些 比较难对付的敌人 或者呢 子弹比较密的时候 咱们放一放 有些子弹可以打碎 好 boss进入三形态了 现在呢 这种蓝色的子弹可以打碎啊 这种敌人冲下来 非常容易碰到咱们的 所以我就放能量把它清掉了 好的 打完 这样第二关过关 说起来真的是比较爽快 已经亮关了 刚才我也提到了 游戏的长度呢 只有四关 而且呢 不能双打 这个不能双打也可以理解啊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子弹数量 咱们就先别说敌人了 就说我的子弹数量就多少发了 同屏 那如果能双打的话 这真的 可能会拖慢了 游戏当中呢 我也遇到拖慢的现象 实在是画面过于绚丽了 第三关的背景又换了 第三关的boss啊 就不是星球了 其实我感觉这款游戏啊 可以做成类似于 节奏天国那样的游戏 就更爽快啊 本身他音乐的节奏感就很强 咱们设计起来呢 场面也比较火爆 这敌人的组合 我的天啊 看这子弹啊 满屏都是 我卖机平台最经典的设计要信呢 应该就是 加纳战机了 素质非常棒 但是加纳战机呢 也存在闪停的现象 另外烈火九二也不错 哎 说到烈火九二啊 那烈火九二的制作人之一 延田信之 刚才我也提到了 他也参与了本作的制作 另外比较经典的就是 沙罗曼蛇啦 冰封 闭屏话等等 但是如果说到游戏的素质 还是加纳战机啊 真的是太经典了 之前呢 我也给大家录制过 那其实这款游戏呢 如果咱们吃了比较满的这种 催生的话 我感觉也是有一个弱点的 就是我靠屏幕边缘 我的主体靠不进去了 等于左右移动的范围受限了 流星 我感觉后面这个背景啊 就已经很消耗系统资源了 很多星星不断的闪烁啊 咱们到目前为止啊 还没有受伤 继续保持啊 继续保持 而且本关啊 你看有变化 这种蓝色的子弹打不碎了 能打碎的呢 变成了紫色的子弹 是不是快boss了呀 好的到了 这个boss看起来像是一个恐龙的头骨啊 大家注意我现在站这个位置啊 就是无地位 紫色的子弹下来 擦体而过 这就是我的被攻击判定范围啊 大概就这么大 好的 已经蓝了 这是进入了二状态了 小心点打 哦 这子弹 三枚一起 转着圈来的 稳一点 不要急 同屏的活动块 如果是够的话 那画面真的可以做得非常的好啊 战斗的效果 boss的很多的攻击方式 你都可以实现了 又变了三形态 我的天 哦 这种攻击不好啊 这是三种混合啊 我被打了一下 我的分身少了一个了 四个了 感觉射起来又有点歪了啊 少了个小弟啊 过关 第三关的boss啊 咱们第一次受伤了 这是最后一关了 哎 补伤了 小弟又起来呀 感觉通关的话 我大概也就十万分出头吧 那他给我的这个一百万的数位有什么用啊 哦 这里拖慢了 活动块太多了呀 满屏敌人子弹啊 那不知道我如果超频的话 会不会解决拖慢的现象 这个还是别试了 这个地方的敌人啊 大家注意左侧的 对 我上一关啊 在这种敌人设置情况下吃亏了 因为他下方有一个砖块啊 咱们把砖块打碎了 再把上面的敌人消灭 不消灭的话呢 他会缓慢的向上走 然后不停的向你发射子弹 我刚刚左边这种敌人啊 我从来也没有打碎过 哪怕放忍者能量也打不碎他 就这种 而且他下来的特别快 小boss 这个小boss啊 工具方式好危损啊 只能向下攻击感觉 哦 被打了 但是他子弹太密了呀 虽然他比较脆啊 我还是受伤了 哦 又补上了 这 为什么我说这款游戏难度不高啊 这简直是 保姆式的护送着你通关啊 只要你玩的不是太离谱 通关呢 问题不大 我怎么又受伤了 这 好像从 上一关boss开始啊 又破弓了呀 这个同组弓被破掉了 这么一会儿啊 挨打三次了吧 还能不能补了 还能不能补了呀 我如果少个人去打boss 感觉总是 心里空落落的 找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吗 玩RPG游戏 打boss之前 必须先把状态补满 好 这条蛇啊 首尾两个弱点 好 首尾都打完 才能把他解决啊 补了 补了 是不是该boss战了呀 又是那个流星 打不碎啊 实在是打不碎 哎 这次打碎了 这 不错呀 一次好的尝试啊 好的 最终boss战 最终boss看起来像是一个残破的城门楼啊 这里呢 是紫色的子弹可以打 黄色的打不了啊 我们躲黄色的就可以 好的 他吸一会儿 然后喷了 喷的话 咱们如果站的位置得当的话 四个分身 所有的子弹都可以打到他 好 一阶段完事了 聚气这招 真的是打他最好的机会 又变色了 又变色了 感觉他只剩下两种攻击方式了呀 一种就是散弹 这个散弹中间这发 好像是指向性的 所以咱们不要太靠近屏幕的角落 我想靠也靠不上 想靠也靠不上 有两个分身挡着呢 忍者能量 满了就放 反正他子弹 杂拼也打不碎 差不多了 这个实在是太扛打了 哦 我还有一个形态呢 我天我天 夸张了 夸张了 这个工具方式夸张了 这都拖慢了 哦 好在最后一个形态呢 比较脆啊 那这样咱们通关了 整体来看 这款游戏玩起来真的非常爽快 而且画面 还有音乐的效果 感觉真的是超越了红白机的机能啊 那好吧 这样一款 太空忍者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